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果然如裴眼珍所料 都是假死 可是下葬之事 属下们都曾一一检验过了 听闻西域有种密药 能让人呼吸进去 应当就是此物了 看来什么药身上 还有魏晋的秘密 妙儿 你已经三日 被几米水了 先吃些吧 王爷把绿鹰带到河出去了 尝尝我做的鱼片粥 鲜香软糯 我毒素熬了一个时辰 派眼珍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妙儿 你答应过永远不会离开我的 你答应过的 民女随便说说的你也行 王爷未免也太单纯了吧 我只不过是去了趟京城 你我之间究竟出了何事 你快点把绿鹰还给我 否则 我和你于死网破 看来妙儿是笃定 沈家之人皆已逃出生田 今日下手来报 沈家林园棺木被撬 少了姨娘并沈在两具尸首 还少了不少贵重物品 王爷多想了 这普天之下 并非人人都似王爷这般满腹算计 但这普天之下 人人都想要沈家之才 挖坟盗墓的比比皆是 故而此番 定是盗墓贼所为 与我又有何干系 听说过盗墓的 没听说过连尸身一并盗取的 这又有什么习气 王爷还不是把我的尸身 扣下了三天三夜 妙儿 天下之大 除非岳掌大人能够人间蒸发 否则 只要本王想 就必定能把他们找出来 你威胁我 我再去给你承一碗鱼便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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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某心中已有一人 只要能远远望着 此生便足矣 你闭嘴 这便是沈家小小姐吗 真是冰雪可爱 一看啊 便是个美人坯子 是啊 这将来长得二八年华 这球心公子的车马 可要排出长街多少里呢 就是 小孩子家家的 能看出什么来啊 诸位 还是那边入席吧 爹 你看大家都夸我 你以后别叫我猫妞妞了 那你说你头发这么少 连个辫子都扎不起来 只能扎一个小毛啾啾 不叫你毛妞妞叫什么呀 大家都这么说 爹爹莫养小乔我 哪里是咱们家毛妞妞美呀 他们分明是觉着 咱们沈家和你外公陆家的银子美 妙儿记住了 身为沈家人一日 便一日 莫要想着去跟那银子比 在世人眼中 都是先有银子 后有沈家 记住了吗 嗯 珍贵 走 此话我一直记着 怎么陪恩珍当堂去婚之后 我就彻底将之抛出脑后 坦坦把自己 看得比银子还没 现在倒好 引劳入室不说 还将沈家的银子 配个供 妙儿 过来吃点东西吧 我饿了 跟我一起 吃过饭 我便带你去见绿营 你是说 母后已经被送往皇陵 而裴眼臣 她见识我的 陛下不愿告诉你 是不想让你卷入是非之中 公主 我师兄他并非是你所想的那样 况且如今什么要什么事都没有 你就不要再 什么叫那样之人 什么叫我所想 被她赶走的 可是我母后 可当年被害死的 也是裴眼臣的母事全组 现在连她的养父养母 都已经被太后给逼死了 我 好 那我问你 沈家 是不是也与她的家仇有关 是不是也杀了她全家 不管怎么样 本公主发誓 要与裴眼臣 势不两立 占月 你要是站在她那边 从今往后 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好 与裴眼臣 小姐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妙妙 裴眼臣有没有为难你 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她用心威胁你 我现在就去找她 三公子 过去的事情 就让她都过去吧 不管怎么样 这次也是你帮了我 我一定会想法子 把你们救出去的 你要用什么办法 你去讨好裴眼臣吗 不行 我不同意 无论如何 都应该是我来守护你才对 妙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如果有的话 那肯定是裴眼臣 故意挑拨离见你我二人 我对你的心 日月可见 那你告诉我 裴眼臣是怎么当上摄政王的 其实我跟你一样 都被骗了 那你娶我 可是裴眼臣受益 无论你我是如何开始的 此时此刻 我对你的一眼一行 都是出自于真心的 你都三日没睡了 去休息吧 不冷 我还有些折子药皮 骗针 如今你大仇已报 有些事情 也该说说了 你的意思 是让我放了什么呀 纵然沈家人生死是假 可你曾利用他之事是真 你们之间 有这么大的误会 妙儿 你随我来 我有话同你说 让我抱一会儿好吗 妙儿 你不知道我最近发生了什么 朝当之上风波不断 父母被逼自禁 如今连你也要离开 如果能早些结束朝中之事 或许一切就会不同 妙儿 不要再离开我了可好 好 倘若我答应了你 你打算什么时候放宋喜远走 你这本七宋于我 就是为了给宋喜远求情 倘若你不放过她 那我就 你的如何 小女子不过是一介民女 敢如何 又能如何 你非要这般同我说话吗 否则呢 火朝火煮可是出自王爷口中 我还以为 或许会有误会 果真如王爷亲口所说 左手舞剑 右手提笔 真是文武双全 怪不得你过去与我相知之时 从来不用左手 火朝火珠 火朝火珠 裴眼镇 你好狠的心 妙儿 你听我说 你竟然要杀了我 用我自你的簪子 我只恨我应该早些杀了你 杀了你 方能让我的家人逃脱厄运 杀了你 我才可以解我的心头之恨 杀了你 我才可以带走萧儿 所以你从一开始假死 就是为了离开我身边 再找机会寻我报仇 是又如何 以你对我沈家所为 对我所为 难道我不敢杀了你吗 沈妙 王爷不需要提醒我 我知道自己姓神 我若不姓神 王爷怎会娶我亲门 处心积虑地为我下婢子糖药 我若不姓神 王爷又何须 悲恐家财旁落 积极地让宋家上门提亲 面上却针锋相对 作戏如敌 我若不姓神 王爷又何须再进京前夕 将萧儿带到裴府 为的是在沈家封门围剿之前 莫商机亲生骨血 我若不姓神 王爷又怎会把性命当作堵住 做足了一场拒婚的戏 骗取当家印心 助你改朝换代 摄政王 你看我为了你心绪牵动之事 心里是不是得意极了 陪眼珍 可是掩盖真相之言 我什么样真真可悲可笑 陪了身心 陪了家财 陪了家人 偷偷来黄粮一梦 弃轻不知王爷明慧何须 我这个仇军长的 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可笑至极 所以你觉得宋夕远 灯门求情是受我之意 我取婚 乃是为了沈家印信 王爷如今大权在屋 何苦还要醒醒作态 莫非你娶我 不是为了沈家之财 还有陆家之财 如今陆家之财下落不明 你惺惺作态 是想要骗得我开口 是也不是 事与不是也已经不重要了 如今我只希望 王爷可以放过沈妙 看在沈家万贯家财 王爷唾手可得的坟上 看在这三年来 我什么要对你和宋夕远 这主上属下 皆是否过一场的坟上 住口 沈妙 无论你如何想 你答应过不会离开我 既说到便要做到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沈小姐踏出这里办法 是 是 在哪里 你会想要做到 有什么好处 不许沈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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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你这下是 走 轻点 走 没事吧 公子 王爷有令 还请宋大人离开沈渊 不可再烦 公子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回京城 裴燕珍现在全势滔天 想要从她手里把妙妙救出 必须细细图治 公子 你当真能赢她吗 本公子 这一次 要认真了 我已经让绿荫进去了 未曾透露是你的兽益 你们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说要如何 我如今说什么 她都不会信 姐姐 娘 妙儿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大哥大哥 您可是从南方跑上回来啊 想找您打听点事情 南方 那个地方去不了了 而今啊 这摄政王把控朝政 下令严查南方十二关 没人再去那儿跑上了 摄政王 就是前护部尚书 陪眼珍陪大人呢 走了 免礼 我如今必居宗辞 不问朝政 宋爱卿此番前来 所谓何事啊 祁缘此来 不问政事 就是好奇陛下池中所养的 是锦礼 还是金龙 宋爱卿说笑了 我这小小的御花园中 何来金龙 龙 本宁住在深渊 就算折服一时 那也是为了将来 只可惜 这世间唯一的金龙 似乎休憩得太久 已经磨平了找名 放肆 有摄政王 有摄政王在 岂容你口出狂言 微臣只是想让陛下知道 任何时候 臣之所忠 都是为了陛下 并非为了他人 我倦了 算爱卿 还是回吧 我倦了 送爱卿 皇上没有答应 那怎么办啊 铁牛 你瞧瞧我身后的人 是不是有点眼熟啊 公子 你傻了吧 铁牛是第一次来皇宫 我看你才傻了吧 你没有看到他们穿的跟裴眼珍的人 是一样的军服吗 完了 公子 您的意思是说 连着皇宫都被裴眼珍给控制了 看来之前还是我小瞧了他 能做到这种地步 即便是当皇帝 也只是看他愿不愿意罢了 那不是更晚了吗 晚了晚了晚了 我怎么有你这么蠢的手下 现在这样 不代表永远都这样 裴眼珍不在京城 眼下朝中一定有人坐立难安 正是拉拢之时 来公子 小姐 小姐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逗鸟啊 若不是他 我恐怕早就死了 再说了 我除了玩鸟 我还能玩什么 沈小姐 王爷 让我带辽哥去一趟 展大人 这是小姐唯一的乐子了 王爷之命 什么要不敢不走 小姐 无妨 展世尾 中秋将至 往年这个时候 沈元都会所有人聚在一起 赏月 吃月饼 品桂花糕 如今物是人非 但心里面总要有些寄托 可否请你帮我买一些桂花糕回来 陪侍眼针 撞元朗 晋朗瑞记学问广 勤勤君子更端庄 你不会真的怀疑 这只蠢鸟 是宋夕远的布局吧 是也不是 我都不希望让它待在妙儿身边 我去给沈妙 买糕点 姓陪的 真不是个东西 不日便归 还不回来 醋溜白菜 裴眼针 你该不会被太后抓走了吧 娘亲 你能不能不要影响我啊 怎么跟娘亲说话的 小舅公说了 君子习道 要专心 诚心 耐心 尽心 给娘亲看看 你看什么呢 我看看 你让我看看 刀你痒痒 会让我看 刀你痒痒 我看看啊 这些字你都认识吗 嗯 咬我看 小姐 桂花糕买回来了 小姐 宋公子说什么 宋夕远说 已经在京城 安排了一些 反对裴眼镇的大臣 让我们想法子去京城 然后司机带我们出去 看来宋公子对小姐 还是赤诚一片的 这世间还是友好人的 那你觉得 宋三 他是真的为了我好 还是也是为了陆家的财产 那小姐可知 陆家的钱藏在何处 他若有了钱 是不是就能搬到摄政王了 陆家的财产 不过是传闻罢了 不过 倒是可以用这个法子 回去京城 还没错 这个法子 你会听到自己的法子 也会听到自己的法子 我一会听到这些法子 自己的法子 她也不肯定会 你太惨了 我别人 也不肯定会 这半天才干得这么点 有了 绿妖 绿妖 绿 佩晓芝 你来得刚好 我今日想做桂花糕 你帮我摘一点桂花可好 娘子如此贤惠 也真何以为棒 你让我独享美食 你别吃便是报答了 帮我吧 好 我去那几美为谁盼 情思深沉沉不断 花朵青春 岁月尚是小短 拼拼着酒团 心河都转满满 心酸谁看 过来 多少次心动 多少次心中将你心中 那你快下来吧 林荣 林荣把梯子拿走了 还去别的树摘花了 不然 你在下面接着我跳下来 我只应 撑娘子石花 没说 连人已闭试了 陪雅之 那你可 叫我尝一口 林荣 林 啊 陪雅之 你也太不懂得 怜香西域了 方才不愿相助之人 莫不是喵儿 此一时 彼一时 你若接劳我 我便年年都给你做 桂花糕便是了 我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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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就日记得 你早就日记得 你早就地 回大 你早就日记得 我早就日记得 我早就日记得 我要恳二 我早就日记得 自己回大 做桂花糕与我迟 可到了来年 你我便匆匆合理 如今我劫劳你了 我对桂花糕呢 我给你做过桂花糕的 你忘了 裴远真 我还特意为你做了 沈小姐 我又欠护骨 明日 随鸾家离开凌州 付经商人 那是你亲手做的规划稿 你不知那是什么吗 我未曾打开 因为我怕我一打开 并无法狠心 抛下你们母子二人 便去惊世了 当时你说 你不想连累我们母子 才狠心拒绝 不闻不闻 今日你又口口声声 倒你是为了我 才将我囚禁于此 将我母子分隔 你不想连累我 裴远真 你对我 到底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呢 妙儿 你所言的两件事 既是真的 月亮快圆了 燕真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 我只求庸俗的圆满 从此以后 我们不要猜忌 不要权力 不要财富 好不好 我依从此不计过往 中秋团圆之夜 我们一家人团圆美满 我以后 年年为你栽贵做高 好不好 我依从大事已然 如今大事已然 其受之事 并非我想放手 便能如愿的 破天之下莫非王土 只有有了权势 我才能护住你与萧儿 世间安得双全法 月盈而缺 无极必反 王爷的心 未免太大 也太弹了 并非我弹 还是事实如此 妙儿 你只要在我身边 相信我 便好 只可惜 就算你一生 把我囚禁于此 你也得不到 陆神两家之财 陆神两家之财 已不在我手中 也不在沈家 任何一人的手中 我早就将他赠予他人了 你还以为我是为了陆家之财 又是宋夕远 重要吗 你好好休息吧 我过几日 再来看你 我意太坦慶了 hip 区区几块桂花糕 又怎滴沈露两家的破天财富 又跟黄伦 与大好江山相提平的 摄政王新正道 西兵法 广延路 渡蝉口 劝农丧 国富瑶 阔科举 肃立志 前面树下 臣等自施赵所无误 可如今国库空虚 若再降赴税 岂非叫边关将士 无兵无衣 文武百官 参风引路 陛下 督爵引箭 扩充科举 广纳贤财 或许可能隔断节党之弊 但 亦会流于冗官之病 不可妄下决议 刘爱卿 你身为吏部尚书 不可妄言 陛下 臣 并非妄言 还请陛下三思 摄政王业已决定 儿等莫要再平生事顿 难道 要惹摄政王不悦才好 好了 任意卷了 今日 便退朝吧 若有什么事情 找摄政王决定便好 恭送陛下 摄政王执意要 亲遥不复整顿励志 那咱们哪里还能有钱 有胆有闲 在此听取赏午喝酒啊 卢大人是怕自己的人 被一锅端吧 可是您说这话 是不是有点晚了 当初拥护陪大人上位的时候 有想过有今天吗 宋大人 而今 能与之对抗之人 只有您了 不知 阁下可有什么计划 铁牛 都下去吧 摄政王既然不仁 咱大可不易 还政于陛下 才是正理 可 裴眼珍手握兵权 我们如何善动啊 解除他的侍卫 降低他的防备 引军 入瓮 这样事情不就简单很多了吗 可是 他怎么会乖乖就范呢 这个我自有办法 来了 小心 你的脚可有事 苗儿 你的手臂刚好 怎么会如此不小心 没事的 今日乃是中秋 沈缘之内 我也没什么亲人 心已相调 已是失神吧 有我呢 有我陪着你 苗儿 你想吃什么 或者想听什么戏 我立刻叫人安排 那些我自会安排 只是 我想要出门 去采买一些东西 你可怨云 你需要什么 我命人去买便是 今夜即使中秋 我想沈缘的惯例 做些桂花糕 只是这桂花糕啊 做起来有讲究 学问大着呢 我怕下人 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可是你的脚刚刚扭到 我不是了 你看 好着呢 那我让展月陪你去吧 还可以保护你的安危 可好 随你 缅儿 今夜的桂花糕 可有我的份 今夜在此 不见不散 我说要习惯了 不散 这么久 起来 要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夜晚此行之欲不知 奈何情之一字 一旦如故便是相思 纵生死也算只是 顺序出来有迷失 可我在等的人他不知 你我之间未完的故事 要如何许些生识 越生越落又离物 只想守护你白发青丝 许想和你幽默的梦是 敢为你一念生极 原来是相守相知 我之间未完的故事 我之间未完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